好啦 要開心就好嘛 好 接下來呢 就是 進入了那個 雨靈系少女的人時代 我呢 自稱雨靈系少女 是因為 我的情緒呢 波動很大 就是上一場 不知道為什麼 講到 就是唱一下歌 然後就哭了 然後 其實大家都以為 我就是 情緒很瘋 沒有 到場就是想哭就哭就這樣 很正氣 好 這首歌叫做 妳的風景 然後 妳的風景呢 欸 跟牌的歌但是一樣嗎 也是喔 妳的風景呢 在說的是 想要在 被自己愛的人看見 但是 就是 卻被看不見的一種 心情 柯仁姐妳可以了解嗎 她們要我跳得笑 我是問妳有沒有了解 廖文強沒看見妳真實啊 欸 廖文強有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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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找到自己存在的那個 肯定自己的力量 不要 活在 別人的眼裡 才能肯定自己 因為 那個真的太 不穩定了 而且 每個人都有自己很好跟 很需要被人家 就是 看見的地方 但妳要先看見妳自己 才可以看見別人 才可以讓別人看見妳啊 這樣 不知道在講什麼 就是這種心情啊 妳看妳就笑 我一直是 我一直是 我們在練團的時候就是 那個 阿達老師一直是走一個很 很柔軟的路線 然後我就說 那來個Solo嗎 嘖 嘖 這種感覺 妳們剛才已經看過Solo了吧 真的嚇到 我當訪斥有點嚇傻了 整個拍子都一直亂拍 好 接下來這首歌 我要換成 然後其實很有趣 因為 我從高中的時候 才正式加入吉他社 然後 開始表演 那 我的第一場 公開的演出 是 就是 後面的那幾位小姐也有在 那 當場 就是 我只能說 他們有眼光啦 然後 表演 高到時候 就是唱歌 然後到現在都還在做 我自己喜歡的事情 他們應該算是我的第一批歌名 就是很感謝他們 像 那時候有一束百合花 現在沒有 要不要退過來 哈哈哈哈 是一個開心的感覺 謝謝你們到現在都還一直支持我 然後 然後 家人也有來到現場 謝謝他們 欸 他大概是誰喔 好 為什麼會叫你的風景呢 為什麼會叫你的風景呢